我們來針對TH跟TD的股 這也是最難的 那你可能想說老師 難道一個網頁裡面就只有表格嗎 還是只有Table、TR、TH、TD嗎 沒有 還有更多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如果你覺得說你想要抓的資料 並不是在Table 有很多像那個 你們可以看一下Yahoo股市 Yahoo股市它的資料很像表格 但是它背後就不是一個Table 它是放哪裡呢 它是放一個DIV啦 當然標籤名稱不一樣 可是你只要可以把規則找出來 一樣可以把資料全部爬回來 是絕對沒問題 只是它換了一個標籤名稱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Yahoo股市好了 其實它只是換了一個標籤名稱 那到底差不多啦 OK 所以你只要把規則找出來 資料就有辦法放到Excel了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整理出來啦 其實我概括起來 可以怎麼區分呢 就是我把這個表格拆成兩部分來理解 第一部分的話呢就是第一列好像 第一列的話編號一定是0啦 0的話因為所以你只從0開始 第一列的話呢 它的規則跟其他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二分法 第一列它自己有自己的規則 第一列以後又有自己的規則 第一列的話是15個th嘛 然後下面的話是一個th 所以這個是th 後面的話是14個td 14個td 所以喔 應該可以知道規則吧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是兩種不同規則 那我兩種不同來分開做不就好了 跟上禮拜一樣 所以第一個我先抓第一列 那第一列的話呢 我怎麼去抓第一列 其實如果你要敘述的話 列的話在哪裡 列在這裡 有沒有 trs就是我們抓到的 那第幾列呢 就是這個地方i來決定 那不過你會發現 我這個for i等於0 0的話就從第一列開始 可是如果假設我將來 我要避開第一列 也是這個回圈是從第二列開始的話 那我這邊可以從1 那你說老師 可是那如果你這邊改1好了 那你變成你執行的話呢 是不是說第一列就沒有被執行 那沒關係 第一列就放在上面執行 那所以我要解析的話 就是根據第一列的話 來分別解析 那我要分別解析怎麼解析呢 請你接下來把這一行複製到底下 來改比較快 那我怎麼解析呢 第一個我要去找什麼 找th 去哪邊找呢 去第一列 第一列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我剛剛講過 第一列的話就是trs 瓜糊裡面加一個0就可以了 有沒有 因為我找到了這個物件 trs指的是所有的列 所有列 假設有20列 trs裡面就20個 那其中的話 那其中的話第一列的話呢 就是這個trs裡面的 第0個啦 就是第一個啦 第一列的意思 然後呢 我把這邊找到 找getelement by tanklane的話 就是幫我找一下 第一列裡面的所有th 那前面的名稱我改一下 不能叫trs 叫ths好了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也就是說呢 ths裡面呢 總共就會有幾個 總共幾欄 15欄嘛 所以也就是這邊15欄 它這個ths裡面呢 就會有15個 15個儲存格放的資料 OK 所以我假設如果我今天要抓 第一個資料的話 那很簡單嘛 還記得吧 我們就是如何取出ths的第一個呢 那就是ths嘛 瓜糊 0的話呢 就是它的第一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就innertest 這固定規則 那你要放哪裡的話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放的位置 是放在這個儲存格 因為第一個啦 不過好像我記得第一個是空的 所以這裡面好像沒資料 不過不管 我們一樣照寫 前面的話就是要放的 sales 這幾列呢 那這裡的話就第一列 的第幾欄 第一欄 或者是A欄都可以啦 我用E好了 第一列的第一欄 所以記得sales前面的是列 後面是欄 那一時類推 如果我這樣第一個放進來的話 那這個空的 反正不管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的話應該怎麼寫 那就是再把它的 底下的這個第幾個 第二個嘛 那編號1對不對 那指的是1月 放哪裡呢 一樣是第一列 的第幾欄呢 那第二欄 那所以一時類推啦 底下 不過你如果這樣一直寫下去的話 會很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它的規則一直在 像這個是第三個嘛 所以這邊編號改成2 有沒有 然後這邊前面改成3 所以有沒有發現它有個規則變化 這邊分別是0 1 2 3 有沒有 意思應該15個的話到14 那這邊的話會變的話 就1 1 2 3 4 5 6 7 一直到15 那這兩個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0開始 這個是1開始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可以一直寫啦 不過一直寫下去太浪費空間了 所以理論上 我們大概寫個3個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改寫成回圈 那回圈的寫法的話 我把這個註解一下 這個就不要 註解的話就是 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這個編輯可以把它打開來 它可能會浮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這邊的話就是 把這三行變成註解 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接下來我就寫成回圈 那寫成回圈的話就是for 不用I 我習慣 如果是藍的部分 我用J 所以說J等於 到底0開始還是1開始 其實都可以啦 我用0好了 0到 這個我算過啦 應該0到14是沒錯啦 不過如果你不打14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直接拿那個THS 這個是一個陣列 後面加一個.legs的屬性就可以了 legs 那legs實際上就是它的總數 那總數的話應該是15個啦 15欄 所以0到15嘛 不對 所以記得這邊要-1喔 如果沒-1的話多一個 因為編號從0開始 Enter兩下打個NAS 那我就可以把剛剛的這個 按個TAB鍵 就可以把剛剛其中一行 複製下來 改什麼呢 這邊直接改什麼 這邊直接改J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改什麼 J加1 記得一定要加1喔 OK 如果沒有加1的話 那就發生錯誤喔 OK 為什麼 因為J指的是第幾藍喔 OK 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裡以前不是ABCDE嗎 為什麼你用數字 跟各位講 藍它有兩種表示法 一種是用數字 一種是用文字 不過這個地方不適用文字 因為文字沒有辦法加1啦 OK 應該可以懂二邏輯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用數字了 OK 好 那所以這邊寫好之後 這底下這幾行都把它註解好了 這個先不要跑 不跑的話你把它註解一下 它會自己變成這樣子 如果你要取消就再按一下這個 它要取消了 這個其實可以 那跑跑看 如果跑一下應該就是 出現應該就是這個十五藍 第一列嘛 所以執行一下 清除掉